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今天指数还是涨 但是是小涨 这个有点麻烦 我跟各位讲过了 就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一般人不会买的 不敢买的 因为是最高 我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是最高 按照我的定义 如果你讲最高 这边就是最高 我的定义是这边就是高 因为 银派的定义跟你的定义不一样 你说不要最高 那是10180就是最高 因为真的很高 9319也是最高 在我的定义里面 这边是最高 这边也是最高 因为 因为都比这边高 都比这边高 也比这边高 所以只要是没有买这里的 都叫最高 在我的定义里面是这样 在我的定义里面是这样 跟大家的定义不一样 所以什么叫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这句话 是很梦幻的 很虚幻的 因为 如果会长 为什么不要追高 而 同志平常 你跟我讲不要追高 很多分析师不是一直跟我讲不要追高吗 就是为我好 盼我套牢 可是 所谓的不要追高这个高 是他说了算吗 是什么东西 他说了算 那个高点 那什么叫追高 那个高是谁定义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那边是高 我这样讲你懂我的意思吗 台积电这边也是高 227块都很高 开玩笑这个很高 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高 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高 哪里是高点 股票市场没有什么高点 也没有什么低点 你今天所看到的高点 是今天的高点 它不表示是明天的高点 也不表示是下礼拜的高点 更不是下个月的高点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投资朋友 你看到一档股票创新高了 我们自己的预设立场 因为一般投资朋友都会这样讲 我们预设立场说这边是高 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价钱 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价钱 所以你会害怕 可是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假设有一档股票创了新高 是谁在买的 我要跟各位研究这个问题 是你买的吗 你都讲不要追高 你怎么可能会买 你没办法去就不错了 一支股票会创新高 绝对不是你买的 假设有一档股票创新高 一直涨 不要追高 因为这边就不要追高了 这里就比这里高了怎么可以买呢 这边就比这边高了怎么可以买呢 只要是涨都不能买嘛 因为要买黑不买红 红的都不要买 只要是红色都不要买 不要追高 请问这个高点是谁创造出来的 这个高点是谁创造出来的 如果投资票你不懂这个我讲的意思 我相信你现在股票很难做得下去 你再怎么买都会买这档而已 你买的就买一支了 这支如果没落已经算不错了 你买的就买一支我知道了 看别人股票涨 我不相信说你都不会很在意 如果你买了一档股票它没有涨 那你就算了 如果得逃灾那心情可能会不太好 因为指数一直在涨 股票一直在涨 结果投资票你买的股票是低阶 低阶就在套 那你可能会心情很不好 那就是个性的问题 什么叫追高 我如果没有把它讲清楚 你还搞不懂我在讲什么 这个叫信心 你看这一段对不对 你每一天买每一天都是最高 可是是谁买的 这个家伙买的 绝对不是你 这个家伙没买的 这个家伙买的 那你先骂他 你还知道我意思吗 好我们再讲一段股票 这档股票我不是讲过吗 这本来是我们操作了 后来我们卖掉了 卖掉就卖掉 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赚了大概10%卖掉 你看这档股票也没有赚钱 没有啊 都要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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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讲过啊 你看到的是这个啊 我看到的是这个 我看到的是营收上来的 对不对 我预测上来的以后 这个毛利会 第二季的转正 第三季会爆发性成长 所以这谁在买的 你注意看 绝对不是你买的 因为你没在材贓买这个 投信嘛 投信只会买70张而已 你注意看 这里嘛 我记得再看一下 我们来抓一下看谁在最高 抓到了 抓到了 原来是他在最高 他也在最高 他也在最高 那这三个人 你称他为三个法人 那他们是最高 他们是白痴 你最聪明 对不对 你在否定我的讲法 今天如果外资投信没有买 精彩 请问精彩会涨吗 就凭你会涨吗 凭你买一张会涨吗 不会涨 所以可见股票市场什么叫追高 是投资品自己定位 那一档股票已经涨多了 可是他们可不这样认为 如果他们没有买也不会涨 我这样讲你懂个意思吗 你看我妈涨那么多了 他还是在买 你认为涨很多他还是在买 神盾你认为涨很多了 他还是在买 环球经理认为涨很多他还是在买 包含这些股票都一样 对不对 我给各位看一下 反正这个 这些股票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一档股票你要注意 我明天再讲 这里面有一档股票你要注意 好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个就不要讲了 今天卖的他 卖不多 那不要讲 我再跟各位讲 经电嘛 对不对 今天投信又买了7000多张 是不是 没有错吧 台表科今天涨停板 讯星今天涨停板 头信都要买对不对 家经什么这些联勇 对不对 好我们讲这个经电 今天刚出炉的 操作股票绝对不要追高 但是追高都在赚 昨天谁追高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万贵店 昨天以前他有买吗 没有啊 静悄悄的 昨天以前 外资买了1万多张 这天有没有买 没有嘛 这里在卖 这里在买被你笑 对不对 因为这里在卖啊 卖低买高嘛 这边至少比这边高吧 所以你骂这个人是白痴 只是白痴都在赚 刚才你没看到 外资跟投信也是买超 外资也是买了 刚刚不是给你看到投信吗 投信又买 昨天买1万多张 今天买7000多张 谁在追高 所以我讲的是对的 追高都在赚 低阶都在套 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观念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我们目的是为了赚钱 不是在意气用事 对不对 少耍嘴皮子 所以我很讨厌 有些老师都说不要追高 要买黑不买红 为什么股票要买红 买黑的不能买红 为什么红的不能买 红的黑的都可以买 在我的定位里面 只要会涨都可以买 为什么只能够买黑的不能买红的 为什么不要追高 明明就要涨 为什么不要追高 我很讨厌人家讲这个 因为讲这个好像 让人家误以为说 这个老师很好心 心肠很好 因为怕人家说去买的高点 然后套牢 我跟各位讲 凡是买股票都有风险 你追高买有风险 你低阶买风险更大 因为追高买叫顺势盘 低阶买叫逆势盘 对于隔天来讲你追高买 胜算一定是高于低阶买 你信不信 如果说股票市场押下来 就要去低阶买 那不对 因为你怎么知道那边是低 我这样讲 你既然不知道什么叫高 你怎么知道那边是低 是你预设立场 我讲的对不对 是不是你预设立场 那张股票跌到那个地方停止了 可是明天继续跌停板给你看 我讲的对不对 为什么我不讲那么大声 如果我没有讲那么大声 你永远没有办法 体会我讲的这句话 我是用心良苦 你这一波里面少赚了多少钱 别人挡你多少财路 你自己挡了自己多少财路 为什么赚了钱股票不敢暴折 为什么赔钱的股票偏偏要暴折 完全不对 赚钱的股票不要卖 赔钱的股票赶快卖 你才有钱拿过来买 再涨的股票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的讲法完全是法人的一个做法 这不是我的发明 我只是把他们三个法人 他们的操作 拿出来解释给你听 所以操作股票就是要追高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这边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0277259668 0277259668 我刚刚用很多的时间来解释 最主要是要讲给我的会员听的 我已经讲过 我是这个人讲话是比较直的 我是讲给会员听 不是给观众听的 因为观众听不懂 不知道我们的用心良苦 就是要追高才会赚 你低接都在套 买股票的方法 基本上我们定位只有两种 一种是买创新高 一种是买强势股的回撤 什么叫强势股回撤 例如像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 用变形三线八拐点来给各位看一下 台积电是强势股的回撤 大家都知道 强势股回撤 强势股回撤 那这个大盘高点在哪里不知道 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它就是趋势盘一直在涨 短多加中多 我已经讲过了 短线多头盘 月线扣底值比这边低 季线扣底值本来是扣底高 可是它跑得比它更快 所以短多加中多 那现在目前来讲就是 美国股市因为超级财报 还在一直整理 可是美国股市你让它调整 那台北股市为什么比较强 因为我们有台积电 我们也有台积电就这么简单 那这档股票我讲到台积电的供应链 台积电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这一次台积电的法人说明会 它要讲到一句重要的话 就是它的资本支出 从100亿到110亿的美金 要提升到140到150 一次增加40亿美金 1000多亿台币要设厂 那最主要是应用在哪里 用5奈米跟7奈米 因为7奈米蛮窄 那5奈米明年要量产 所以它的设备是增加 40亿是增加在5奈米的25亿美金 7奈米15亿美金 好 那台积电法人说明会之后 当然现在最近没人再讲了 这两个股票 它的相关供应链 是这样涨的 设备股嘛 对不对 这要干嘛 加登嘛 这个是标准的 那这档股票也是啊 这档也是啊 金顶也是啊 这档股票也是 那可是如果比较激起来讲的话 我说 当然它是一个强势攻击盘一直在攻击 对不对 我是举几个例子 不是只有这几档供应链而已 但是这档股票是不是有 刚好有整理 这是做再生金元跟薄化金元 那整理之后呢 好那强势股的表态回撤 回撤上升季线月线十日均线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是不是变形的第二拐点 这个叫强势股的回撤买点 所以我说买股票 所谓要最高就是说 你不要计较它的价格 跟昨天以前比 如果你这样比不完的 那你这样台积电 大力光永远不要买 因为大力光店永远也不会十块钱给你买 他发现他公司就是成销 他公司开办的时候就是十块 不然你去买十块 你看你能不能买到十块钱的大力光 你显然不可能 所以我们买股票目的是为了赚钱 不是常理投资 我已经讲过 我买股票今天买 明天可以赚就可以了 我管他昨天以前涨多少 那关我什么事 所以我刚刚讲过 这张股票你说他有没有赚钱 没有啊 可是 你说不要追高 那问题是追高的都在赚啊 你要跟他说这个 是不是 我在讲这个是股票 你问台表科 我刚才给你看过 这个是相关印刷电路板的供应链 PC board的供应链 就是投信那边 你说你追高 昨天买的今天还是赚啊 智芯今天你去追的还是赚啊 所以股票市场是不是一定要有量出来 他才会跑 欣欣刚刚讲过嘛 这个特斯拉工艺店 这个是消息面的 这个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这个也是啊 这个间点也是啊 昨天就强了 这等更是 这个是不是一样做细晶元呢 或是MOSFIT的二极体的对不对 我可以跟你讲啊 这一档 涨成这样啊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注意这个啊 这一档啊 还有这一档 因为他是这个带上来的嘛 你说这会不会再涨 这一定会再涨的嘛 什么是股票不会每天涨啊 股票怎么可能每天涨 你看这个就好了 今天强势这样股票用支啊 最明显 他也不是一样整理这么久啊 要涨了 但是不要追高 不然你就要这 你去买了 看你买到买了 看什么买给你 你这边才不叫追高嘛 每天都跟我说不要追高 人家都不要买好了嘛 不要买好了 不要追高 什么叫不要追高嘛 那不要买好了啊 都不要走啊 那不要买了都不要做 真正落了你也不敢买了 那你认为要是什么 智商贵票 你说不要追高 那是涨这么多呢 什么叫涨这么多呢 我听不懂 什么叫涨这么多呢 如果会再涨 这里怎么会多 这突破顺风口呢 这是我们会员的持股啊 是不是 我不是讲过吗 在那里面讲过几百遍 这个 我这几天都是跟你讲说 像中股票 它反弹上来 对不对 要卖嘛 因为它是空头嘛 但是我们从114.5 我们到现在 目前还没有赚20% 我们还没卖嘛 我们准备要把它卖掉了 但这个 这档股票怎么卖呢 你跟我讲这怎么卖 比如说像这种股票 你要怎么卖 它是顺风口出去 你怎么 奇怪你怎么卖呢 我没有办法卖这种股票 不晓得 为什么要这种股票 要卖怎么卖 一直在涨怎么卖 涨的股票不能卖啊 你卖了就没有了 卖了就没了 连我是鹰派 有时候卖掉股票 要叫我再追买回来 我都有压力了 何况是你 投资朋友 你专门在低阶的 所以你讲话都很生的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把这种股票结束 你这样股票 我没有跟你股票 你怎么会进步 你应该也要交代 你咱们也要交代 你只要交代会书而已 所以你会书什么 没有不好做 只有不会做 做对是一种习惯 操作从短线开始 我刚刚讲 你会想说 那大盘一直在涨 那我不要追高 我去买那个低阶的股票 我跟你講你這樣講 對一半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大盤一定會跌的 你信不信 等到大盤漲多了 正乖力夠大 又要進入休息整理修正的時候 你的股票會領先下跌 因為你買的那種股票不是腳 不是主流 你要買要買市場 多數人在做 主力在做 法人在做的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不是主流 你去買了以後 等到大盤 譬如說 這個大盤一直漲 總有一天因為它正乖力夠大 開始會像這樣的修正 總有一天 我們不要預測是哪一天 但是當它修正下來的時候 如果你去買那個弱勢股 或是意氣用勢 自己去以為說那個股票會補漲 我給你拍攝告訴你 你的股票會落第一名 跌下去還是你的股票會率先跌下去 絕對不會抗跌的 因為只要你買而已 別人都不買了 只有你菜牌而已 因為你的股票沒有人保護你 你的股票沒人幫你停 你自己在玩而已 你玩得很開心 你了解嗎 有沒有 這是鷹派的思想 鷹派的思想就是要追高 所以像這種股票會不會再漲 你就勇敢給它追上去了 所以我實在不敢 我實在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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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買這支 我只要買工買這支而已 因為這支你就很買了 放這裡買下來 從這邊買下來 其實也不是 其實你是從這邊買下來 其實 不然你就買這支 這支我也不知道你敢買這支 因為這支你放這裡買下來 買到一支紅茶店 你做到變成紅茶店 穿三給你比得像30 30剛才買一支紅茶 聽說現在紅茶又起價 30塊又買不到 買100元而已 紅茶現在漲價了 一檔紅茶店被你操作變成紅茶店 股票沒有再低階了 我已經講過了 買就來不就來 因為股票我用股票比要敢 所以我說行情不等待 除非你夠快 敢買敢賣也是硬派 硬派的做法賺錢的股票不賣 賠錢的股票趕快賣 每一檔股票不管是買在什麼位置 一定馬上設下5%到10%的停損點 保證一定設停損點 而且我們的操作只有三檔股票 我們的會員只有操作三檔股票 不可以超過三檔 舊的沒賣新的不買 就像這檔股票我們賣了 我們把資金轉移到這邊來 我在那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了解我意思嗎 但是我們講這個 不是要請你說給投資朋友 你看的人去跟著操作 那可不負責 我只對會員負責 如果投資朋友 我建議你看節目 你不要跟著操作 因為我賣了你不知道 我也不會跟你講 我沒有義務跟你講 你知道嗎 我只對我的會員負責 所以看節目是看節目再參考 你也不要跟著操作 我是跟你講真的 加入LINE at EGO 3008 我想我講的已經很簡單 你要一起跟我操作 跟鷹派的 你就馬上跟我們的線上助理聯絡 跟著鷹派操作 我們只操作三檔股票 我們是賺錢就報 做錯就跑 敢買敢賣是鷹派 明天見拜拜 我們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